欢迎来到我们幻哈贤录的最新一期 距离上一期更新已经过去了一个月之久 相信大家对上一期的印象已经有点淡薄了 给大家来讲一下上一期剧情 其实我自己也有点忘了 大概就讲了咱们方宝玉 在迎战天刀没牵的时候呢 又遇到了阴谋啊 各种阴谋阴谋阴谋 环环相扣对吧 然后呢导致了武林人士对我们主人公方宝玉的这个名声啊 再次的啊这个打击的更低了 然后我们还遇到了先前的过命交情的铁温猴啊 以及那个啊这什么踏雪无痕李英红啊 但是他们两个人好像也是对我们主人公啊 就是有一些这个恶意啊 成为了别人的妻子 就连就跟先前的那个姑娘猪儿一样 所以我们要探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在此时 对了大家有三连了可以三连一下 非常感谢长安点赞 不管是手机电脑单都可以一键三连 哎我们上一期最后呢是这个四眼哥四眼猴 与这个天刀为谦啊 两个人啊成为了好朋友 这是接着上一期最后 这样的话让大家这个印象呢就更加的更加的有 对吧有才好 痛饮三大悲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七章梦中惠情侣 这个时候呢 因为这个天刀为谦觉得不好意思打扰咱们主人公方宝儿休息 但是方某玉在这个啊 你看满头虚汗 休息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神秘人说 宝儿宝儿 你可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 给你一个提示 评里的茶花 距离评里的茶花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七八个月之久 但是啊 我们方某玉仍然记得 她就是小公主 但游戏中啊 已经过去了七八年了 你是 你是小公主 我看小公主发育的就是长大了 整个人 七年之后停停续立 小声点 不用害怕 我已经回到了你的身边 什么都不要怕了 永远都不要怕了 同时也变漂亮了 方宝玉也不用说 这个丽慧好像突然就变好了 本来我们还在吐槽这个游戏的丽慧非常的奔放 像铁娃的这个 牛铁娃的胸毛啊 像主人公小时候像一个沙马特一样 但是现在呢 却都帅的变帅了 好看的变好看了 这些日子以来啊 你可知道我有多么想念你 但你现在一个是一个大人物了 江湖中都传上了你的传说 多少女子为你疯狂 你怎么还会想我呢 当然想了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呀 我愿就这样一辈子拥着你 这些话对于我这种人来说 说出来有点难受 这个不太好意思说 毕竟我是一个羞涩的人 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 我也希望能够一辈子待在你身边 但是 如果时光能够静止该有多好 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要离开我吗 绝不能再让你离开我 哼 我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你管不着 就算是你也管不到 莫非你真的要走 这好古龙呀 我本是不该来的 我若不来啊 你本可平静一些 我又何苦来见你这最后一面呢 为何是最后一面 永别了我的宝 咬牙切齿 等一等 立刻追上去 你别走 客栈之中 这个众人喝得很开心 天都没仙 金凶这酒量实在了得 过奖过奖 他说了不得 但是他这个了不得和我的了得 中间虽然少了一个不字 但是这个意思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汉语 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咱们得存个党 万一这个突然又得崩溃了 不能让梅大哥久等 咱们赶紧把宝儿叫下来 已经睡那么久了 也好 大家都很开心 但是众人来到他的房间之后 发现 又不见了 牛铁娃又失职了 顶着一头羞毛过来 不是一羞羞毛过来 大哥别睡觉了 哟大哥人呢 你又看这封信 让我看看 这个信呢 大家就自己看吧 我就不读了 算了 我还是读吧 各位博叔 大人膝下 瞎右犯进 干戈本属不详 我本不是好武之人 不得已而战之 树战之下 实在已经是身心焦脆 这个身心俱疲了 不堪再经一战 此点呢 我虽然已经隐瞒至今 唯恐 这个早中一日 败露天下耳目之前 虽然我不想再与天下的 这个武人相见了 要寻找一个山林隐蔽之地 这个过重悠闲的生活 希望叔叔伯伯们身体健康 指而方宝玉尽上 这实在 如此看来 白天的封信果真是宝玉所写 因为白天的时候 大家还有印象吗 上一期的时候 对吧 这个天刀没签收到了一个 他个人觉得是方宝玉 但是我们都知道 是一个伪装者的信 上面就写到了 这个不跟他打架了 要去这个天下游玩 然后要逍遥 做一个逍遥读书人 宝玉他 他怎么会这样呢 他本来不是这样的人 没凶 他 这可是你大哥的字迹 公孙不至 果然是江湖人称 公孙智者 开始问这个牛铁娃 牛铁娃说 这我也看不出来 字迹变不变得出 都已无妨 这封信 难道还是别人写的吗 只恨我们方才 竟然没有一个人 进来瞧瞧宝儿 是否还睡在这里 哎呀 这个事情如果真是他做的 他怎么对得住我们呢 不是我对宝玉有所偏见 试问以方宝玉那样的武功 普天之下 还有谁能强迫他 做他不喜欢的事情呢 还有谁能够将他 抢这个掳走 即使是有人啊 还这个比他强武功 但两个人啊 一定会有一番挣扎 响动的动作 我们一定能听到 但是这里是无声无息 牛铁娃这时候问了 信上有没有提到我 未曾提到 这封信 如果没有提到我 便必定不会是我大哥写的 我大哥如果要真的走 好歹也会问我一生的 这个时候 牛铁娃真的是大智若愈 大家都以为他这个傻大哥 对吧 因为我们啊 再来 这个好好分析一下 这个牛铁娃和方宝玉相识 是什么时候呢 对吧 然后 对啊 无论如何 我也不信 这会是宝儿自己做出来的事 这必定又是那个恶魔 所施的毒计 实不为还是在沉默 这个时候啊 我们镜头一转 来到方宝玉这儿 我们直接给他装备一个风之魂啊 因为后续会有很多场大战 避免我们这个刀器受损 因为我们现在的方宝玉呢 大家看啊 虽然技能啊 全学了 深剑合一 深剑合一 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恢复刀器的技能 如果遇到车轮战的话 咱们很容易就没有刀器啊 就陷入一种非常啊 难的境地 平等段位拼招 我们没有刀器会输 同时我们的一些刀器的强力技能 也放不出来 上期有一些人说我作弊啊 这个游戏中的这个第四章呢 是有无限取得情节点数的bug 我上期已经说得很清晰了 咱们用那个bug 就是游戏自在的那个无限刷情点数 和用修改器 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区别的 主要原因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任何技能的话 打起来会非常的慢 让大家显得这个剧情很拖沓 本来我就话多 对吧 很啰嗦 那样的话就更啰嗦 这是最后一次解释了啊 希望你能理解啊 然后这里 小公主等等我 明明看是公主往上跑了 这个地方就是左上左 就能够走真路 但是我偏不能让走啊 因为我要探索一番 哎 你看这宝箱啊 不过来我能拿吗 拿不到吧 宝箱 哎 哎 获得了一本啊 珠邪秘籍 哎 然后我们瞬间啊 就可以学会新的技能 所以这个游戏里面呢 也是有这个武功秘籍获取啊 然后学会新技能 你看 方宝玉 有感江湖上面 珠邪现世 萧小横行啊 特为此招 起名为珠邪啊 上下 两段的攻击 攻击180 消耗刀性零点 这个比起我们先前的那些剑招啊 你看啊 我们这次中下 然后这个上中 都是零 但是攻击只有120 这个只有100 除了清平剑武 比这个略微啊 这个稍微好一点 咱们 哎 等等啊 先把这个人干掉 这里就是火攻弟子 我们在这个场景 就会遇到很多五星魔攻之人啊 这种是最低端的火攻弟子啊 因为他们只会一招烈火神枪啊 这里的话 应该是一个上上上下下 对吧 所以咱们上中上中 中上也可以啊 中上中上啊 这个伤害更高 因为这个是240 然后他又一个下下 对吧 放上上上下下 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他这个招式 连放两个清平剑武 记得这人12 这个鞋挺高的 最后要被他砍一下 没办法 不亏不亏啊 不亏不亏啊 又是一个下什么下中吧 随便猜一个下中吧 所以咱们来一个上中 然后再来一个中上 他就死了 不用看了 两刀平坎 他就带走 一个技能死 然后你看 他这样的话系统基于我们提示 他有个技能是下中 你看 咱们系统呢 给我们啊 这个场景能够获得这个猪鞋啊 这个新的技能 其实照顾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是这个情绩点数 暂时不太够的话 就可以先学猪鞋刃 同时呢 这个场景中 咱们可以获得大量大量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情绩点数 足够我们学术来 这个新建合一了 所以说 就是有没有修改都无所谓的 但是这个猪鞋刃 就是为我们专门对付这个下中 你看 上下完美科下中吧 多砍两刀 很厉害 很厉害 下中他后面全是上 后面全是上 那就随便揍他了 一回合一会 就能把他带走 无伤带走 猪鞋刃 我看连续砍好几刀 然后又一个青形剑 然后再来两个中东段位 连续平砍 插你胸口 再见 哇 这都没死 猪鞋刃 回封剑 新建合一给大家演示一遍了 这个放不出来了 这次 他已经死了 没事 这一期肯定会给大家看到 一刀批死 加一些我们的属性 继续往前进 然后这里的 这个东西先给大家来说一下 游戏中场景中的 有很多这种类型的魂 我们看 我们现在是208 看一下 这变成213了 然后这里有一个武魂 新的魂 叫刺客之魂 游戏中这种魂 叫做特殊武魂 一共有9个还是8个来着 特殊的 这种魂是无法 与其他任何的魂来合成的 即使咱们有天地之魂也不行 这种魂你看 每一个都是特殊的 咱们先前是一个风之魂 每回合刀器全满 是在两个月之前的那期来做的 就是 疯狂屠杀那个炼弓狂人 把他那个打烦了之后 他说给你这个 以后别再来烦我炼弓狂人一族了 他就给我们这个风之魂 这个四个之魂 就是在这一张的这个墓碑这儿获得的 每次攻击成功 可吸收敌方伤害的50% 来给我们补血 看起来不错 但是远远不如 咱们暂时的这个风之魂很好用 其他比如说在我们逃离火海之中的 一个亭子那儿 然后比如说我们第一张 这个狐不仇 在那个找那个帆船 那个船上 狐不仇带着咱们主人公 大家还有印象吧 就很久很久第一期 第一张的时候 在那个地方呢 也可以获得一个特殊的魂 什么天地之魂之类的 后面还有什么王者之魂等等等等 不过我们第一期前面露了两个 但是没什么大关系 这次咱们回到正路 这小手 好的 现在我们是213的魂 然后再往左啊 就会遇到剧情点 我们终于见到了小公主 讨厌啊 谁让你跟来的 你如果不说为什么啊 我永远都要跟着你 求求你啊 不要逼我说 行不行 好 你一定要问我 我就说 但这是你要我说的 可不要后悔 五六年的经过 我一时间也舒服 没法细说 总之啊 这些年来啊 我从来没有一天自由 也从来没有一天快乐 直到我听到你的消息 便不顾一切 想尽千方百计 出来见你一面 然后 那些恶人啊 知道我出来 怎么会放过我呢 你为什么还要回去 哎 他感叹了一声 有苦说不出吗 他说我如果不回去 他们更不会放过我 他们必定会 想尽法子来害我 我不愿说出这些事啊 只因我怕连累的你 你还有你远大的前途 我怎么能害你呢 我怎么能害你 我们在这个序章的时候啊 这个几个月前的做的序章 这个小公主 当时的 这个第一章 咱们主人公第一次遇到她 可以说是天真浪漫 对吧 在那个船上 有父亲啊 这个伟岸的子姨侯 号称天下第一剑客 作为一个依靠 当时感觉就是生活无忧无虑 虽然说一辈子都在这个船上 我们知道这个子姨侯武功高强 身为天下第一剑客啊 然后势力惊人 每年都有各种武林啊 黑白两道人来求她做事 即使她有如此这般大的武 这个强大的武功和大的势力 她的女儿啊 都被她禁足在船上 不准下船 不准踏入陆地一步 这个地方一会小公主就会说了 咱们就会思考为什么 所以说这个古龙的书中 就给我们讲了一个道理啊 就是无论你一个人啊 你的势力再大还是你的武功再大 但是总有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 你活在这个武林中啊 就不可能无敌于天下 总有你忌惮的事情 总有你忌惮的道理 有一些黑恶的势力 对吧 很厉害 我的前途别是你的前途 你如果终日受苦 我纵成帝王也无快乐 只要将你啊 自那些恶人魔掌中救出 我死都不算什么 只要能听到你说这些话 我就算吃再大的苦 受再大的罪都是值得了啊 你快抱紧我 不要放我走 只怕你们两个人都走不了 正在两个人就要相依啊 这个抱住的时候啊 突然出现了一堆啊 魔宫中人 小公主大吼道 这些就是那恶人的爪牙 宝儿你快走 不要再管我了 就当我早已经死掉啊 不会让你把他带走的 来吧 这场战斗 咱们会自动恢复满 咱们的生命和这个刀器 但是连战四人啊 这就为什么咱们装上 这个风之魂啊 因为连续打这四个人呢 我们暂时没有刀器回复 这四个人是很有可能 让我们的刀器降得很低的 即使有刀器回复 你也需要很好的实际 才能放得出来 而且这四个火攻弟子 都是火攻弟子的小头目啊 就是不是那种 只会一个招式的 而是会四个招式的这种人啊 非常的恶心 所以我们先防一个下上 来一个上中完美课下上 或来个下中啊 放一个新剑合一 反正咱们的这个刀器是无限的 然后呢 他这个咱们猜第一个招是下上 他的下就没了 后面只有可能是什么中中的吧 咱们来个中中 克中中的话来个中下 然后再来个 还有好多上 要被他揍一下 对啊 先是一个下上 被我们猜中 新剑合一 我们看440的巨额伤害 然后又来一个 最后他一个上上会打我们一下 但是他的上上并不是任何的技能啊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同时呢 我们啊 这次呢是还有一个生命回复技能 这个新剑合一的效果 大家还有印象吗 就是有一定几率 给我们增强一个猜招的功能 他最后一个上上 我们不管他 上上随便放一个清平剑 我克他一下 放一个技能出来 然后骑手 他有可能放一个下上 然后呢 中上 下上咱们一个下中 来个新剑合一 中上来一个下上 来一个升剑合一 哦打错了 因为他中间是一个中中 哦对是个中上 他是下中骑手 哇下中下上 连队四刀 不亏啊 因为我们这个刀器会回满 连队四刀 你看又对他一截的血量啊 又是一个下骑手 那我们直接来一个 他如果是下上 咱们来个上上 可以回血 但是没必要 先砍他一刀 他就死了 一刀再见 随便选 一刀 拜拜 换下一个 又是他的一个小同伴啊 又是一个 这边有一个中 所以咱们来个下中 然后呢 呃 这边随便来一个 升剑合一 下上 但是这边有点问题啊 我们从这儿放一个 放一个上下 下中 这是一个什么中 下中 我们这样猜的 我们猜的是下中 中上啊 所以这是一个上 所以这边啊 来个上下 然后这边啊 来一个上 他是一个下中吗 哎 他竟然放了一个中 哎呦 中下 那被他揍了 不过没关系 不亏啊 不亏 永远不亏啊 看我的这个猪邪之刃 你要看你三刀 他又放了一个下上 因为这个人的招式 也是很多的 所以有时候咱们 哎呦 全是问好 那就有点意思了 全是问好 咱们就胡乱放了 全是问好 就胡乱放下上 下中 下上 上上 下中 下上 下中 下上 上上 从下 又是一个下 又是一个下 但是这一次 他有三个下 三个上 那的话呢 就很好猜了 对吧 下上 上上 克下上 最后面都是下上 咱们两个星剑合一 直接把他带走 先回一口血再说 这场就很舒服 先回一口血 瞬间啊 精力充沛 十九斤人 再来两个星剑合一 直接秒杀 应该差不多吧 一颗星大概是多少滴血 我还真没怎么算过 一颗星多少滴血 反正长度差不多 质量可能不同 不过还是砍死了 第三个 来一个上下棋手 他有个技能上下 应该是他的 赤焰穿心 或者是刀气回复剂 上下 咱们直接先回一口血 算了 咱们血太多了 没必要 对吧 清平剑 我完美课上下 对吧 然后再来一个 身剑合一 随便摆就完事了 打出来就是打出来 打不出来就拼刀 我可以 真正的高手 我已经不在乎 这技能能不能放出来 哎呦 又是一个中啊 那就是中下 中下中下上上 让你 中下中 下中 下中 呦 中下 哎 下上不完美 可以中下吗 再给你对个中下 然后最后是一个上上 上上 不砍一刀 清平剑舞 哎 这是我们身剑合一 哇 好的 兄弟再见 身剑合一就是厉害啊 身剑合一360伤害也很高 而且消耗刀气只消耗9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是消耗刀气越高又好 因为这个消耗刀气也算到我们的伤害里面了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风之魂的原因嘛 他又是一个中气手 有可能中上 有可能中下 有可能中啊 他就是有这个吃烟串心好像是中中对吧 但是他这次只有两个中 所以咱们还是来防他一个这一手 但是这次我没有任何一个上 又被这个发研员制裁了 他又是一个中下 那咱们就下中吧 互砍一刀好吧 三个下中 三个心剑舞 肯定放不出来 哎 中中 那我就放出来了 这人好菜 你有下 你有中啊 你就两个中 你放一个中中 那你后面不就两个下上了吗 那后面肯定两个下上 那我们这下中就完美放三个了 对吧 你看下上 完美三个心剑合一三连击了 哇 就怕人 他故意往我刀上撞呀 往我的剑上撞呀 对吧 再见 一刀 技能都不用放 好 得到一个武魂 别再打了 我们趁现在快走 然后呢 他们就会到这个场景 我们为何要逃呀 我本来可以抓住一个人盘问的 如今他们没有追来 想必已经离开了 你放心啊 你纵然啊 这个不去找他们 他们也会来找你的 我们看小公主这个表情啊 这是什么意思 从今而后 你只怕永远也无法安定了 随时随地都可能潜伏着 足能至女死地危机 你看 这个时候后面这句话 就跟我 就是我先前给大家说过的 那个江湖中啊 不管你武功多高 总是有危险的 你看 连我爹爹的师兄那种人物 昔日和金河王 接手之后也觉得棘手 金河王也是这个五星魔宫之人啊 只因他生之 只因锦衣侯生之 五星魔宫中之人 若向人报复 向来是如复古之躯一般 不死不休 我们都知道 最怕这个仇家 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你武功再高 对吧 你一个人行祖江湖 你势力再大 总有疏忽的时候 所以说就怕 就怕这种 这个这种啊 五星魔宫这种 如同啊 这个如屈复古一般 这种不死不休的报仇势力 非常的烦啊 然后呢 这个当时 咱们在好多个月之前 更新那一章里面呢 紫衣侯就跟我说到了 他的武功啊 他自觉跟起 比起他的师兄 锦衣侯来 他觉得他的这个师兄 剑法比他强百倍啊 就这样的高手 都害怕五星魔宫 对吧 别说 方薄玉 哎 我们去啊 找我那些叔父 伯父一同商量 如何对付 魔宫弟子的对策 有他们的帮助啊 咱们还怕什么呢 你难道不愿意 与我单独一起吗 你难道一定要别人 插入我们之中 他们与我素不相识 我为何求他们相助 你还说愿意 为我牺牲一切 原来你只是个懦夫啊 毋庸的懦夫 这个地方就跟小说里面的 一些剧情相关了 小说里面 首先塑造的是一个 这个小公主 对主人公方薄玉 又爱又恨的一种情感 他有时候恨不得主人公死 有时候呢 又爱他不行啊 然后这个性格呢 也跟他从小 从来不踏入人间世事 突然父亲死去 就在江湖上 这个被人抢走 然后漂泊了多少年啊 有关系 所以他性格 非常的那种乖张啊 就是非常的怪癖 非常的怪啊 这里啊 打他一把 打他一把 让人的清醒过来可不行啊 第二个也不行啊 第二个 我们两个人能一起啊 富富和求 况且啊 这个就顺他的意思啊 其实呢 这个是这样的 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 因为小小公主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所以我们选这个 纵然小公主会不高兴 但是呢 我还是要回去 请诸位师伯相助 那你就回去啊 摇尾起连吧 我不要他们相助 我也不要你帮助 正说 诶 别再离我而去了 突然 他就他就 他就被这个抢走了 不对啊 这咋少了一句对话呢 这 哇 这咋少了一句对话呢 没事啊 我们先存个档 把这地方都探索一下吧 这情节点数不嫌多 这个是得到情节点数不少的 你看这个获得了好多 直接变成300多了 然后我们这边都逛一逛 都逛一逛 有好多东西 咱们先前是从哪过来的 从右边是吧 上面有个炼功狂人 然后上面往左走 就是一个正道 但是我们先别着急啊 我们先往这走 这个时候呢 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我们的生命值啊 我们生命值 诶 回满了 怎么 回满就回满吧 往左走 同时呢 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游戏的一些设定啊 我们之前不是打败那个人 爆了一个这个 爆了一个这个武魂吧 其实我们在游戏中啊 打败一些这个boss也好 打败一些小奔也好 爆的武魂呢 是比我们啊 自己在场景中获得的武魂 这个属性要高的 你看我们这场景中的武魂 对吧 都这种什么上四中五下一 这种啊 这个防御力 对吧 像这攻击的武魂 也就是什么九六十啊 十五的攻击力等等 补充刀器也就是五和六 但是从五和六之外 突然就多了一个22的 你看这个生命值回复43 突然就多了一个回复108的 这个数值都是固定的啊 因为是有些是场景中野地获得的啊 像这个啊 这就你看 这野外获得的啊 这个 这个是66的啊 咱们刚刚是这两个 这个是66的 野地获得的是不如咱们 就是打掉一些重要人物爆的 这个武魂属性好的 同时我们也会发现 很多这个 呃 boss也好 来先选个宝箱 啊 或者一个宝箱 攻击加强剂啊 这是一个修炼的一个东西啊 咱们都学了 所以在场景中 我们可以获得一些这个秘籍啊 学会一些技巧 然后这个 这个一些boss 比如说 他们一回合打完之后 突然回复了刀器啊 其实也是 他们也是有一些武魂的 这个装备上的一些属性的啊 大家要注意这一点 这里呢 有好多东西嘛 都得拿一下 不拿白不拿 对吧 大家看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啊 咱们这个回合 会获得非常多的情节点数啊 你看 咱们从先前 对吧 200多 现在都355了 加了近100点 这个章节 包括打仗也好 什么也好 然后又获得了新的武魂 对吧 我们现在好多武魂啊 随着咱们张级的推进啊 这个武魂的属性也是 对吧 越来越高了 哎 又有好多路可以走 都可以走一走 哎 这就是这个练功狂人了 看到没 这边可以回复咱们的生命值 和这个内力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命值和刀器都是满的 所以我们可以无视这个练功狂人啊 直接往上走 只要拿掉这些啊 秘籍和这个情节点数就可以了 其他的可以不用在意啊 这又有一个情节点数 哎 然后继续往前走 就出发了剧情 突然发现了土龙子 在当年啊 这个对吧 好几个月之前 那期游戏中剧情的好几年之前 天风水堂 我们的主人公和小公主 都是啊 这个很小的时候 十二三岁 就见到过土龙子 他就上来之后 把一个正道武林人士啊 也不声不响 这个也嘶吼着啊 上来把这人给咬成了碎片 哼 没想到他竟然开口了 还以为他是一个 类似野兽那样的狂战士 你如果还想要 他的性命就退后十步 听我吩咐 当年 这个小公主 就是被这些人给抢走了 大家还会印象吗 对吧 因为为了 为了救方宝玉嘛 然后这些五星魔宫中的人呢 是想要这个 紫衣猴的什么宝藏密集的下落 同时当时呢 这个游戏中 还有这个万老夫人参与 当然小说中是如何呢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了 你会说话 我可从未说过 我是真的又龙又雅杀了他 然后呢 这个地方咱们也不需要补充 那么多小说的剧情 因为游戏中的剧情 大家现在看到了 我们这种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之中啊 这个编剧啊 这个剧本也是非常完整的 也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同时我们现在 除了打这个魔火宫的之外 还多了一个树土宫的弟子 这个字是那些树吗 树边疆的那个树 我也不知道念什么 就拿土宫弟子就行了 长了个大光头啊 土宫弟子 哎 又是个下棋手 你又是一个下上啊 下上还敢跟我打 哦 上 下上 下星剑合一 星剑合一 轻轻念我 对吧 肯定是一个下上 下中 这次该来下上了吧 嗯 星剑合一 风之魂教你们做人 蹦 嘟嘟嘟 嘟嘟嘟嘟 星剑合一 无敌啊 再来个蜻蜓剑舞 我现在这个水平 已经是无所谓了 不需要不需要去猜了 一看就知道 又是一个下上 星剑合一啊 他已经死了 应该是 他又是一个下上下上 或者下上下中啊 深剑合一啊 再见 一个 第一个技能 对吧 完美科特一个下上 星剑合一直接带走 剑光闪过 这个人已经是人手非离了 不是 分离 哇 以后 以后开一个工作室 给大家讲个评书节目 等 等个 等个 咱们如果按照天龙八部 我们说一年做完花了12个12天做完 为什么说是一个月呢 是这样算的 因为我们有自己一套计算时间的方法 天龙八部说一年更完吧 咱们是花了12天啊 所以大概是一天算一个月吧 所以我们这个是日更的话 就是月更啊 然后 呃 这次大概花个几千年之后吧 几千年之后 希望大家都能活到几千年之后 应该是没问题的 几千年之后 这句话不对啊 大家肯定能活到几万年之后 几千年之后 我们就能搞一个评书节目了 等到那个时候 我就搞一个工作室 大家也会说评书的 可以私信我 每个月工资大概十块钱吧 哦 不不 每个月工资十块钱 那那那是 是现实生活中一年 那一个月那好多钱 三百块钱 是付不起啊 这个这个一个一个 再说吧 再说吧 好 扯了一番蛋了 扯了一番蛋 来吧 清瓶剑 你还敢钟钟啊 我一个新剑合一 刚刚那一段 大家直接略过就行了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有时候我这个人吧 就是思想比较跳脱 突然想起一个事情 就想要干 最后就不断 被他砍了一个下上 这个其实不太好 一会儿来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 不太好 我们这边最好是要少存血 因为打完他们之后会接着打那个光头 所以呢 我们这个放一个上上 能回口血就回口血 然后新剑合一 新剑合一 别把他打死 别把他打死 哎呀完了 早知道我就把这个生命回复放最前面了 因为他这个下上 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放这个生命回复的一个一个时机 过了这个村就可能没这个地儿 因为后面两个小编都没有他这个下上的攻击了 就这个土龙钻 狂杀万象 沙漠风暴 那个什么吗 上一个那人还是毒龙钻 这土龙钻 哎呦后 哎 这个人没有中 然后他系统没有给他随中 只给他随了下和上 那这我这个上上被百分百释放了 兄弟 你这个太惨了 而且我们这个生剑合一下上和这个猪邪刃啊 这个上下都无敌了 好吧 我也没了 只有两个中被他揍了 无所谓啊 不亏啊 生剑合一 啊 哇 他把我生剑合一给对了 还行 没事 我会满血 接着被他砍了两刀 不亏啊 不亏 这四系统都是照顾他了 先来一个下 应该是一个下中之类的 所以咱们上中啊 然后下中 或者下上 我们这个上中呢 是刻他一个下中和下上的 所以他 他这个下后面 除非是一个下下 咱们都是完美克制啊 来两个千平线 我就完事了 对吧 啊 完美克制啊 像这个光头一看就有种高猛路线的 不可能的这下三路很强吧 好吧 被他这个下三路揍了 下上 哎呦 我的血浪怎么回事 哎 我血浪怎么 成这样了 哇 是我看花眼了吗 怎么一下掉了这个四颗心啊 咱们刚刚不是五颗心吗 这是不是一个bug 这是个小兵啊 哇 这是个bug 不过没关系 哎呦 我真服了 系统一个上都没给我 他这一个中中啊 他后面全是下下下下 我这一个上都没有 那边被他狂揍 我真服了 哇 这可太难受了 对一个中中啊 这样咱们少按一下揍 还是 还是攻击为先啊 新剑合一吧 哇 这可太难受了 这可太难受了 这是我绝佳的 补血的好机会啊 这我被他 哇 真的是咱们绝佳的一个补血的好机会 系统竟然没有给我任何一个补血系统所需要的上上 你这个揍三 要不要揍两下 哇 他这个人伤害怎么这么高呀 哇 这个下上 他有点意思的 哎呦 没有 就一个上 无聊血 我这真服了 这个太太那个运气不好了吧 因为这个人正常来说不厉害的 这个人 那没办法 那下上的话 咱们来一个下中 刻的一个下上 再来一个下中 刻的一个中中 或者中上 或者什么的 清分剑合 是吧 下上 对我下中先刻一个 能不能把他带走 赶紧把这个光头带走 下回合 咱们赶紧刷一个上上出来 不然我们的血量 一会儿要割屁 一会儿凉凉 可以 一下秒了 来吧 下一个光头出来 哇 我是真的服了 他五个下 然后我这个就一个上 而且我还有两个中 必定不会被他砍两刀 你谁在告诉我 这游戏 这个一点都不难啊 你难不难得看这个发牌员 好吧 你这个 你身为一个武林高手 你一个 一个 上 用不出来 下上 下中 哇 这是真的难受 先来个下中吧 然后他后面一堆下 下下下下下 虽然我们伸剑和一放得挺舒服的 但咱们就一个呀 可太难了 这狂动 哎呦 伸剑和一还没放出来 哦 放出来了 可以 咱们放到中间这里 但是这不对呀 问题是 我们这血量 还为了做两刀 我的天 就是不能给我一个上吗 兄弟 就每回合就一个上 我这生命回复 我是白学的吗 哎呀 是真的难 中上 他是一个上上 然后他这次没有下 上上 先一个中上 克了一个上上 然后他是一个中中 上上 中中 或者上中 所以咱们来一个中下 铁定克他 祝福两下 这可太难了 我别被他揍死 别被他揍死了 上一个回合是完美回合 这次来了一个下 但是他起手啊 这次这个下咱们放这吧 如果是下 然后这边是一个什么呢 他应该没有上下的技能吧 他是一个下上 然后另一个是上下吗 对吧 不太可能吧 而且咱们这个中间 这第二个放上的话 能保证他不会放出 第一个技能来 咱们就死不掉 被他砍一刀 咱们死不了 所以这个呢 他中很多 咱们放个中就行了 对一下 放个下 对吧 后面就随便了 随便他死了 不行啊 不能放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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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放下中 下中是很稳的 下中是比较稳的 哎呦 我的 我把他砍死 得到五魂 我看我的血量 哇 就58的血 土龙子 现在就剩下你一个人 还不快将小公主放下 听见了吗 土龙子 哎 我装一个 恢复生命116 融合 哎呦 现在融合有点亏啊 其实 现在融合有点亏啊 因为我们未来的话 有好多好的可以融合 那就融合这个吧 一百零几的融合一个 融合一个比较弱的 因为这个人会报给我们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咱们融合一个这个 生命恢复108 然后上15 咱们用一个这个 系统 存档的话 咱们分开存 好 存完档就把这份小公主抢回来 你为何不自己上来 把他给抢回去 不能再拖了 直接上 虽然我们只有500滴血 但是他有这个5000滴血 不用怕 你看下上 来个上上 先回800滴血 然后呢 他有好多上 可能是四个上上 咱们直接就来个 中上中 这不是被他血揍 上中 他可不可能连放两个下上呢 应该不太可能 对吧 应该是后面四个上上 但是我们这要被他好多揍呀 没办法 技能使然吧 他上上也不是他的技能 只是平衡而已 先回过 先回个800滴血再说 不亏不亏 回责 S 连放两个下上 我是真的服了 你这么蠢了吗 因为这个下上在游戏中啊 一般都是这个刀器回复 他是满着刀器 他回刀器 这个有为这个高手的这个准则 对吧 这回合咱们只随了一个上 所以这个生命回复用不出来 就很惨 不然的话我们这边啊 这个他这个下 因为他没有中嘛 这个上上是随便能用的 可惜了 但是我们这一场 咱们这个新建回忆很好放 下中嘛 很好放 对吧 中上可能不太好 但是也没办法 上中啊 上中我觉得相对好一些 下 下上 难道又是下上下上吗 下上下上下上 也太过分了吧 连放三个下上 我真的不信 第一个下上 因为他还有一个下下的招了 他下下是一个攻击的招 咱们先来个新建合一再说 我们现在血浪远远落后于他 我们现在大概在1200斤左右 他的话还有这个4500 我左右 又一个下上 你是真的菜啊 就你这样还当这个五星魔宫公主 不然把他转交给我吧 我花费几个月的功夫 把他打造成天下第一帮派 这小菜鸡 还真放三个下上 我是真的服了 你是真的菜 你这下上是一个刀器回附近 你放他干嘛 还有一个 对对对 他可能啊 对吧 他有可能 他有一个招式和这个下上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被这个迷惑 有可能呢 他有一个招式也是一个下上 很有可能 这次咱们猜一个中上下上上 对吧 是一个下用 又没法回几 难受 下中和一个下上 对吧 或者和下中对调 反正这个下中是很赚的 其实 我永远不亏啊 但是这边咱们就不能用下中了 要用这个上中 上中 这边就下下了 先来个上中 应该刻他一个上上 哎呦 上中被掉了 哎呦 下上 对吧 下中 他应该是有一个技能是下上 不然他不可能老放这个技能 他应该有一个是攻击技巧 和他那个刀器回复是同样的段位 没关系 咱们 哎 可以 他的心呢 已经掉到这了 哎呦 别 他两个上 搓了两拳 又是一个什么下 我们来看一下 他会不会有一个中下的技能呢 他就一个中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下 其实我们来这边比较好 这边放这个生命回复剂 因为他这场的就一个中 哦 等等 他有可能放一个下下的 对吧 他有个攻击技 这个叫龙恶碎是吧 龙恶碎吧 龙恶碎的就第二个问好问好问好 是一个下下 他有可能放一个下下 咱们这个上上的还是放这儿 因为咱们这个回血很必须得回血 虽然我们带着那个每回合回100滴血的武魂啊 但是咱们一个技能都随便便的砍一刀就好几百了 这样的话咱们是一个下下 他就还剩一个下 他这边可能是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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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不太好搞 咱们就一个中啊 我的天 先把这个中放这儿吧 避免这个啥 来吧 下下 哎 下下 可以 我们已经赢了 哎 你后面随便放技能好吧 你随便放 你随便放 哎呦 你还又让我回 回技能 我还不回了 无所谓 福音机啊 上中 虽然咱们这个星线合一伤害440 算了 就440了 但是咱咱这个能多两个平坎啊 其实还是星线合一比较厉害 又是一个下 又是一个下上 他肯定有个技能下上 行不行 他应该是下上下上下上 上中 玩你和你 玩每刻你下上 再来一个下中 死了 再见 直接来走 下中 你不管下中还是下上 都被我这个上中玩每刻 然后又来下上星线合一直接带走 5000滴血被500滴血反杀 你会不会玩 你个菜鸡 这还五星魔宫公主 我是不是有点膨胀了 因为我觉得千千千千千公子 害羞公子 这个我没有说过很害羞啊 跟我这个不太符合 对对 好 沉稳一下 不到五魂 我们看一下我们得到这个五魂啊 非常的猛 大家看啊 我们之前的这个五魂对吧 什么攻九啊 这个九六十的攻击力 三五二的防御力 我们看这个土龙子爆的这个五魂啊 二一 七十七的攻击力啊 十一二 六十七的攻击力 所以这个下段和下段这个攻击力和防御力超级超级无敌高啊 你看 七十七和六十七 比我们这个简直就是十 就是七八倍的一个属性杀距对吧 非常的变态啊 赶紧储存个游戏 因为我之前经历了好多次这个无限退出啊 然后我们的这个呃 情节点数来到三百七十三点 然后来到这个古墓 小公主 你终于又回到我身边了 终于救了 方宝玉 你先别得意啊 此女已经服下了圣水啊 是我们土工密制的毒药 普天之下 除了本门 解药之外 无药可救 就像断肠草一样 我要怎样才能救她性命呢 如果要救她 必须在明天黄昏前赶到百里之外的天香茶林 求见东方厂主取得解药 否则啊 搞死了 非常嚣张 奇怪 为何我无论怎样去闯 都闯不出他们早已经设好的圈套 难道这些人真的有神通吗 兄弟啊 有心算无心 暗处打明处 你怎么能赢呢 唉 想不到我还能回到你身边 他们呢 都已经走了 黄昏前 我不要将你送回他们手里 你要将我送回去啊 你不要我了吗 唉 这个地方 这个是我不要你的 这个太蠢了 你身中剧毒 我一定要送回去 但是不对 所以咱们还选第三个 为什么选第三个呢 因为小公主是一个聪明人啊 这样的感情啊 自己猜测 自己推散得来的感情才更加的真实 我是一个老手 我怎么忍心对小公主说是真相呢 我们沉默 你这个恶贼 你这个懦夫 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 原来你还是怕他们 你网称英雄啊 却不能保护深爱你的女子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我已中了他们的毒 你唯有将我送回他们那里才能救我 但你不能啊 但你为了不让我难受 既然宁愿啊 自己把一切都闷在心中受痛 也不肯将这个实话告诉我 你 所以我就说吧 对吧 我们要沉默 他自己就会悟到其中关键 这样的话反而更加的深刻 好了 我们该走了 我不走啊 我宁愿死在你身边 再也不愿意离开你 这个地方我实在读不出来 毕竟我是一个羞涩的人 抱紧我 我只求能死在你的怀 走吧 你不能死 千万不能死 这好古龙啊 只要你不死 总有一日 我必能救你出来 到那时 就永远没有人 再能将我 将你从我手中夺走了 愿你相信我吗 你看这眼泪都流了好多了 相信你啊 这样呢 我们本期内容啊 梦中会情侣 也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天外茶棚 这个东方常主之处 我们能否成功取得解药呢 这个故事又将如何的发展 这个阴谋到底是谁人在后 作为主策划 来陷害我们主人公 他会有什么啊 这个远大的图谋 我们这个故事还是越来越精彩了 一毛套着一毛 对吧 环环相扣 大家有兴趣可以三连一下 我们下一期再见